生铁锅也叫铸铁锅 是铸造产品 原料是铸造生铁 因为是铸造而成 所以生铁锅一般都比较厚重 含氮量在3%左右 生铁导热系数一般 但是较厚的锅体 保证了锅内温度的一致性 同时比热较高 可以存储一定的热量 对于火力较差 或者食材量较大的情况比较适合 同时较差的热传导能力 和较高的热容 导致温度变化的滞后 而对于温度的把控不是那么容易 属铁锅 含氮量很小 通常是低于0.02% 几乎是纯铁 所以它的延展性就非常的好 可以做得非常的轻薄 按照世俗的说法 铸铁锅就相当于生铁锅 金铁锅等同于属铁锅 烫钢锅基本上也等同于属铁锅 烫钢锅的含氮量相对比 属铁锅会高一点点 但是两种锅用起来的话 没有本质区别 质化铁锅 氮化铁锅 本质上是属铁锅 但它增加了一道圣弹的防腐工艺 这种工艺原先用以 航空器材防锈防腐处理 日本人率先应用以铁锅制造 通常是在属铁锅的表面 经过高温采用渗氮工艺处理 大原子会渗透到铁原子金隔内部 在铁锅的表面形成氮化铁层 增强了防锈性能和防腐式性能 跟普通的属铁锅相比 经过氮化处理的铁锅不容易生锈 低油烟开锅简单 基本上不用特别保养 制化铁锅继承了熟铁锅的优点 又多了防锈和防腐式的物理属性 不过它比普通熟铁锅贵 日本的制化铁锅很有名气 但是很贵 但是它的不粘性其实并没有改变多少 所以还是需要后期不断地养锅 只是相较于一般的铁锅 开锅就简单很多 甚至可以不用开锅 只要清洗干净直接下油也能不粘 省了把锅在炉火上烤廊的过程 当然开锅也很简单 把锅用洗碗筋清洗干净之后 把水擦干用小火慢慢把锅烧干 倒入废点高的食用油 说到这里 我们先了解一下各种食用油的发烟点 食用油的废点基本在107摄氏度 如葵花籽油 亚麻籽油 菜籽油 红花油 鹅大豆油 玉米油 冷牙橄榄油 花生油 胡桃油 废点在160摄氏度 橄榄油 很适合在130度至190度的油温下油炸食物 芝麻油 奶油 废点在177摄氏度 葡萄籽油 杏仁油 蒸籽油 椰子油 茶油 废点都在210摄氏度以上 而牛油果油 及烙梨油 冒烟点接近260摄氏度 是目前废点最高的植物油 适合大火炒 炸等高温烹调 回到开锅 我使用的是烙梨油 小火把锅烧热后放入烙梨油 用厨房纸把锅不断擦拭 使整个锅里涂上厚厚一层油 这一过程至少要5分钟 不要忘了锅外也涂上一层油 然后关火让锅自然冷却 放置至少4小时 最好过一晚 第二天用厨房纸擦掉多余的油脂 用热水洗干净并擦干水分就可以使用了 不管是开锅还是氧锅 其实就是利用油脂在高温油氧条件下 不断发生各种化学反应 形成一层黑色氧化膜 那这层氧化膜会起到防锈不脏的作用 氧锅的本质呢 就是让这层膜更坚固更厚实 其实原理就有点类似于不粘锅的不粘涂层 所以养得好的锅确实是越用越好用 熟铁岩展性能好 韧度高 能把锅段压得比较薄 所以熟铁锅比较轻便 很适合女生使用 熟铁锅适合爆炒 一般餐馆都会使用这种熟铁锅 熟铁锅会越用越黑亮 如果需要添加大量盐酱醋之类的物质 进行大煮大熬或者焖炖 适合深铁锅 因为熟铁锅一般比较薄 比深铁锅更加容易被腐蚀穿动和生锈 深铁锅比较厚 所以导热慢 传热稳保温效果极佳 所以也特别适合油炸 油温不容易过高 食物不容易焦化 要想煎出完美的牛排 通常就会用到铸铁锅 如果你特别喜欢吃牛排 平底铸铁锅就是首选 但是铸铁锅最大的缺点就是太重 总之不用纠结生铁锅 熟铁锅如何选择 关键看你的烹饪需求 无论是生铁锅还是手铁锅 都需要开锅养锅 在经常使用的情况下 只要不用洗碗筋和硬刷 彻底洗去表面油膜 炒菜后及时清洗 生铁锅是不容易生锈的 相对来说 手铁锅就比较麻烦一点 它需要在用后洗刷干净 烧干水分涂上一层油 这样才能保证不生锈不粘锅 不过也不用太担心 即使是又出现生锈粘锅的情况 只要重新开锅养锅一样能够恢复 铁锅虽然使用麻烦一点 但它能够实现我们所追求的 所谓的锅气 更重要的是对人体的健康 铁锅已成为世界卫生组织 使得向全球推荐的健康催俱 只要我们正确使用 就会变得防锈不张经久耐用